耶稣被捕 被带到当时的宗教领袖面前 控告他涉足神 之后 他被带到罗马总督 比拉多那里 比拉多并没有发现耶稣的错 但是在人群的压力之下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耕见忍受十字架上面的苦难 和胃欲 背负我们罪孽的重担 使我们得着赦免和永生 他的牺牲 达到人类的赖和恩典终极的表现 幻看现今世界 当我们时常受到画面的压力 以至到我们很害怕 并屈服于其他人的时候 作为一个人 我们也面临耶稣所经历过的恐惧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四节里面写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个杯拿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做天上显现 加坏耶稣的力量 耶稣極其伤痛 祷告更加狠切 看主好像大血点那样 滴在地上 然而 我们看到耶稣是如我忍受祂的试念 和被钉死 这条路是与神并肩而行地走的十字架 并且得胜 耶稣在最后一口气之前 这样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盖起你手里 说完这番话 气就断了 当我们独自经历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恐惧 但若与神同行 我们就能够把困难监在神的面前 与其一同战胜困难 让我们一同反思 耶稣在审判和牺牲的经历 祭祟祝祂给世界的盼望和请教 愿意我们努力地 跟随祂的脚踪 带领更多人接近上帝的爱